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一心寻找妈妈型贤妻 我想找一个温柔贤惠体体 能够把家里边照顾得非常好 像我妈妈一样给我家里感觉 她是温柔贤惠女 就想找个有演员帅哥 因为我本身是属于有点外貌协会的 成高一定要有一个起步以上 相亲现场有何突发状况 男嘉宾为何频频遭遇质疑 说实话我是有点看不下去了 让我怀疑他是不是有点自我 有点点的自我 不太会关心人 贴贴人 我会觉得你真的像找一只妈妈型的女朋友 不太会考虑对方的干扫 一个女孩子对你这么多的要求 那你是不是能够满足呢 女嘉宾又为何愤然离场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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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露了 面对女嘉宾的质疑 男嘉宾最终能否挽回局面 凡人有喜之 找个妈妈型女友 即将为您精彩呈现 凡人游喜 七夕情人节特别策划 稳稳的幸福 幸福创意大赛 开始报名了 从5月20号至8月18号 征集最辽动新鲜的爱情故事 评选这一季最幸福的吻 8月20号七夕情人节 凡人游喜期待您 协同您的爱女 大胆秀出你们的爱 练练山城 惊喜大奖 等你拿 活动咨询报名热线 68615868 扫描屏幕右下方二维码 或者搜索微信公共号 广电都市传媒 也可以报名 欢迎大家扫描屏幕 右下方的二维码 或是关注微信公众号 广电都市传媒 关注微信公众号 就可以报名并参与到 节目当中了 那同时我们还会在 微信平台上定期的发布 优势的会员资料 以及节目的公告 广电都市传媒 祝您早节良缘 你好 我应该来拍灯早吗 可以 你好 我能给你拍灯早吃吗 跟我拍 你好 我能给你拍灯早吗 你好 我能帮你拍灯早吃吗 我拍 这开头的一幕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男嘉宾为何频频着路人 拍照 在聊天现场 男嘉宾又为何突然离去 女嘉宾又为何愤然离场 这一事我们还得从头说起 爱情靠争取 为爱不放弃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凡人游戏 我是小红娘林欢 感谢香港就是福主宝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那今天下午的天气 非常的好 阳光明媚 而我们呢 也是来到了重庆大学 为什么来这里呢 是因为今天的男嘉宾呢 是一个阳光帅气的大男孩 我个人觉得他的气质是非常符合这种校园的 有种校园情节的感觉 好 首先先有请出我们今天的男嘉宾 你好 你好 哇 真的好帅哦 让我想到了何以生肖末里边 那个还在读书时候的何以称 有这么理解那种感觉在 好 今天你过来背了一个摄影机是怎么回事呢 哦 因为我平时比较喜欢摄影 大家好 我叫福川 今年26岁 来自重庆九龙坡 身高1米76 本期交友男嘉宾 胡川 26岁 身高1米76 职业电力公司员工 婚姻状况 未婚 我平时爱好运动和摄影 想和平时和同时出去啊 我就是主要给他们减制摄影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看过来 看过来 这里的表演很精彩 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 我在九龙坡区有一套自经历厨房 目前有一辆代步车 我之前有过一段恋爱经历 我们是在大学认识的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我发现他和我都比较油脂 他不够贤慧 不会做饭 因为我从小到大父母对我照顾的都比较好 所以说到时候我在做家务这一块儿 也不怎么回 我不是一个外貌社会 我比较注重演员 我希望他身高能够有一米六 体型偏瘦一点就好 对他的家庭我没有任何要求 单亲或者双亲都无所谓 只要他心体善良就行 我觉得自己各方面的条件也还好 因为从小到大父母对我的照顾都比较走大 所以说导致了我对家务这一块儿 措施比较薄弱 我希望我的另一半在家务这一块儿非常擅长 所以说我想找一个温柔贤惠提提 关心我能够把家里边找过得非常好 像我妈妈一样给我家里感觉 大家好 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凡人游戏 我是情感观察员安康 今天这期节目的主题呢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 叫做什么呢 找个妈妈一样的女友 这是怎样的一个奶嘴男 需要找一个妈妈一样的女友呢 其实当我看了男嘉宾的个人采访过后 我倒觉得这小伙子挺好看的 是吧 至少比我好看 阳光帅气 就说话呢比较温柔而已 其他都挺好的呀 还有点艺术气息 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男嘉宾不要给自己定位 是找一个妈妈一样的女朋友 是他故弄玄虚呢 还是说他确实有这方面的需要呢 只有待会儿我们边看边分析 我既然你背了一个摄像机来 我就想到了要给你出一个考题 你既然来相亲 我们是不可能让你家我们的女嘉宾的 所以说呢 待会儿这样子好了 我给你方圆200米的距离 因为在学校里边嘛 会有很多的这个女学生走来走去哈 我需要你在这人当中呢 找出今天我们的女嘉宾 如果说你找到这个女生愿意跟你拍照 那她就有可能是今天的女嘉宾 当然不要忘记了 因为你长得很帅 所以有可能是别的女同学 因为你的帅气也会愿意跟你拍照 所以说很容易会混淆视听 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考影的眼力了 有没有信心找到今天的女嘉宾 有 有信心是吧 好 那就去吧 方圆200米 这难度可不小 那我们男嘉宾能找到今天的女嘉宾吗 你好 我能给你拍张照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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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了 我不用了 那咱俩就一起拍了 我就不拍 你们是干嘛的呀 哦 你们是今天 你是今天的女嘉宾吗 我们在拍节目 我来选择一个女嘉宾 不是 好 谢谢 你好 我能给你拍张照吗 这些姑娘的穿着打扮看上去都是大学生 男嘉宾 你确定能尽快找到女嘉宾吗 你好 我能帮你拍张照片吗 好 我们在拍张照片 因为我们在录一个节目 然后寻找女嘉宾 我想 你看你是不是那个女嘉宾 你不是这个女嘉宾吗 你不是这个女嘉宾吗 你不是女嘉宾吗 不是啊 哦 不好意思 哎呦 冲打两个打 哪个事找得到呦 坐到你一边去了 男嘉宾这么着急冲过去 到底是喜欢这个背影 还是感觉到 这就是我们的女嘉宾呢 你好 不能给你拍张照吗 好 我想给你拍张照片 看瞬间 那么这个神秘的背影 会是女嘉宾吗 没有 我们今天在录一个节目 好 我们今天在录一个节目 我在寻找女嘉宾 我想请问一下 你是不是那个女嘉宾 因为节目是安排的 我寻找那个女嘉宾 我就是现在从打这么打 我都不晓得哪个是女嘉宾 好 好 不好意思啊 好 不好意思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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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算是找到了女嘉宾 你好你好 男嘉宾女嘉宾 说实话我是有点看不下去了 因为你找了很久 都没有找到女嘉宾 最后终于找到女嘉宾 可是好像似乎我感觉 进展并不是太顺利是吗 你觉得需要什么原因呢 是还没有疗熟吗 还是说你嘴不够甜 不会搭讪 可能我嘴不够甜嘛 加上是第一次见面 第一次见面 大家都很了解 难免会有一点的这种冷藏 女嘉宾呢我想问一下 她找到你的时候 好像你没有第一时间 承认你是女嘉宾是吗 我就是说我让她猜一下 我想知道为什么 这边的话都是说 第一次见面嘛 想考验一下她 嗨大家好 我叫陈海燕 今年24岁来自重庆 本期交友女嘉宾陈海燕 24岁身高1米65 职业酒店销售 婚姻状况未婚 我的兴趣爱好的话 都是平时休息的时候 喜欢研究好财谱 做好家务 女友看电影也有点光感 我的感情经历吧 一共有两段 我的第二段感情经历 我们是在一个朋友聚会上认识的 交往一段时间过后呢 那可能就是给我感觉她性格上面不是很成熟 有点小孩子气 然后也不太会关心人体贴人 所以我觉得给我的理想当中的一般有点差一比 因为我本身是属于有点外貌协会的 对另外一般的话身高1米75以上 会关心体贴人 对家庭的话一定要有担当有责任性 因为我平时比较喜欢女友 所以希望我的女一般也比较喜欢 我面对那个电视镜头比较紧张 但是听编导说 今天男嘉宾非常帅气 同时也很会配合 所以我很期待就来了 刚才我们说了 男嘉宾需要找一个妈妈一样的女友 而咱们作为女嘉宾呢 自己的要求也很明确呀 三个字来形容呗 高 富 还得帅 1米75以上 像我们这种1米72的 简直不在她的法眼里头 不过呢 我总觉得 女孩子们一定要注意 好男人一定不是你等出来的 这个你一定要注意 好男人是怎么出来的呢 是你培训出来的 说实话 老公好不好 男朋友好不好 就看你这个当老婆的 当女朋友的 是不是一个优秀的培训师了 所以你的男朋友 你的老公优不优秀 关键的时候 还在于你本身 是不是一个挺优秀的贤内助 然后我想问一下 你等了那么久 会不会觉得脸不耐烦呢 还好 还好 情绪上没有受到影响吗 影响不是很大 影响不是很大 你能接受的一番位之类 那半个小时我还是比较能理解她 因为本身我也是比较有耐心的一个人 你觉得女嘉宾跟耐心怎么样 非常不错 因为从大能够大呀 我转过去转过来 这么多美丽我也去闻了 最后终于找到起来 她能够等到 非常不容易我觉得 在寻找的过程当中 我也会担心那个女嘉宾 会不会等太久 但是另一个方面 我也是在考验一下 女嘉宾的来信 男嘉宾给我第一印象 我觉得整个外貌 比较符合我的要求 阳光 帅气 身高哪个方面 都比较达得到我的要求 还是比较有眼缘 如果说要给这对年轻人 一个匹配度的话 我觉得82分吧 我会不会给的有点高呢 好了 那现在呢 我们的男嘉宾 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 因为他说 之前让你等了那么久嘛 也是心里边比较抱歉的 所以男嘉宾呢 就现在找了一个咖啡厅 说要请你喝点东西 因为外面天气 真的非常的热 然后呢 两个人再坐下来 好好地聊一聊 深入地了解一下 在随后的聊天环节 男女嘉宾 聊得非常火热 相亲现场特别顺利 正当我们认为 两位就快擦出火花时 今天天气冷的 请你喝杯水 要不喝这个七宝醉吗 那个七宝醉非常好喝 买一杯 男嘉宾给女嘉宾买饮料 确定不先征求一下 女嘉宾的意见吗 她主动给我买饮料 我觉得她这个人还是可以 但是呢没有具体问我的意见 因为在我所接触的这种 女性朋友当中 应该大家都比较喜欢 喝这类型的水饮料吧 所以让我怀疑 她是不是有点自我 才会关心人 贴贴人 听说你那边喜欢 那个比较辛苦的女朋友 对她 这边的话给你准备了一个饼 给你尝一下嘛 好啊 好啊 吃不吃你口气 好啊 对 很香的汤 我们两只汤 吃一个碗 坐心房 暖暖的好饱满 我想说其实你很好 你自己却不知道 伟大的面吗 真心的对我好 不要再推抱 爱一个人希望 但是 比我妈妈处理还好 差一点 比我妈妈处理还要 差一点 比我妈妈处理还要 差一点 我觉得每个人 有每个人喜欢的味道 不一定你妈妈处理才好吃 但是我还是说我妈处理 是吃的习惯 男嘉宾说我处理这个菜 没有他妈妈的好吃 这点让我不是特别高兴 因为我觉得大家初次见面 他讲索还是有点不太好 不太会考虑对方的干扫 还记得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吗 叫做找个妈妈迎的女影 其实在相亲之前 女嘉宾已经知道了 男嘉宾的这么一个 最基本的要求 所以他带了一盒便当过来 我远远地看着 我觉得这便当挺好的 分量也足 颜色呀 荤素搭配好像也好 这男的叭几两口之后 不太满意 不过他说话还算委婉说 没有我妈妈做的好吃 其实他的前提次 就是太难吃了 哥们说实话 现在二十一二岁的小姑娘 有几个会做饭的 有几个把饭做得挺好的 老板 你怎么回事 怎么了 你怎么看你走了 等一下 我等一下 你们给我稍微解释一下 是 就是个什么情况 我是一个醒女生她 我也 你是说刚刚是你朋友吗 对啊 我朋友 嗯嗯嗯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知道 男嘉宾轻友团 突然带了一个行李箱过来 我还以为是他那边有死 中途需要离开 你为什么会离开那个行李箱 你待会要赶飞机吗 不赶飞机啊 那 因为不是我想找一个 比较贤惠的对象嘛 然后今天都想考验一下他 贤惠跟行李箱有什么关系 你打开看就知道了 我打开看吗 嗯 我打开 不会是一些什么 没得吃奇怪怪的东西 不会不会 是没有生命的你确定 确定 好 欢迎大家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或是关注微信公众号 广电都市传媒 关注微信公众号呢 就可以报名并参与到节目当中了 那同时呢 我们还会在微信平台上定期的发布 优势的会员资料以及节目的公告 广电都市传媒 祝您早节良缘 来 我开箭我想先问一下你嘉宾 我想知道你对他这种行为 你有什么 你自己现在觉得想说的吗 感觉很惊讶 很惊讶 诶 之前也没有跟我讲 所以说我觉得很惊讶 因为也很想晓得了你什么东西 是 因为我刚才在旁边 我旁边看着你之后 你正在吃饭吃吃吃 接了个电话就出去了 嗯 好 我们大家看一下 嗯 好 我们大家看一下 这是你 让你朋友送来的一箱衣服吗 对啊 然后你想怎么考验他 你没看得很乱呢 看到了 然后呢你需要他来收拾吗 因为我平时在家里边 都没有做过这些 然后在家里边这一块 可能比较薄露嘛 我就想看看女嘉宾对这一块 会不会做得很好 带了一堆藏衣服 让我这边给他整理 我非常惊讶 但是惊讶的同时呢 我觉得有点不太高兴 你是要找老婆 还是来找保姆的 开一个玩笑 开一个玩笑 那个女嘉宾平时做家务吗 要做 所以说叠衣服 收衣服 是你的强项吗 没问题 是强项没问题 那你的要求 具体再跟我们女嘉宾说一下 就收的比较正洁一点吧 因为你看这个箱子里边 所有的衣服都是软的 主要是能够分一个雷 分类收呀 因为衣服裤子 分开吧 可是你自己都不会 你要求还挺多的 就是因为我自己不回 我说一说我才想找一个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你现在来找保姆的 没有 只是一个服务力过程 对不对 两个人在一起 我觉得你今天需要找的女嘉宾 就是这种妈妈型的女友 就像妈妈一样照顾她的 我不知道女嘉宾会不会介意 就是男生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会有这样的考验 有点介意的 有一点点介意 目的性来讲 我客观地帮女嘉宾说句话 如果是我 可能我也会有一点点的不高兴 所以说我觉得待会儿你还是 可能稍微还是要挽回一下下 我觉得既来之则安之 所以你也稍微调整一下心情跟状态 好嘞 来 女嘉宾是已经把衣服也好了 我检查一下 裤子 衣服 是完全按照你的要求 我觉得符合过关 然后我想让你来点评一下 你觉得它叠得怎么样 我也觉得叠得非常好 衣服和裤子都是分得累的 如果打分的话不少分 给它90分 90分 我觉得我做得非常好了 但是没想到只给我打了个90分 我给了一个90分 我认为的话是一个很高的分数了 我觉得还是有点爽 我还是非常满意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刚才我在旁边一直观察我们的女嘉宾 包括在他叠衣服的时候 其实我发现一个小小的细节 就是他有点不太高兴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有吗 如果是我 我一定会不高兴 首先一开场 他等了你半个小时 对吧 你直接找 没有找到他 我觉得耐心这一关已经很OK了吧 好 然后别人给你带了便当 给你亲手做了饭 贤惠这一关我觉得也没有问题了 结果你还提出要求说 让他收拾行李箱 还得分类来收拾 好 现在别人也收拾好了 我让你打分 你打了一个90分 因为我觉得今天经历这些事情 我还是对女嘉宾非常满意 之所以给他一个90分 因为毕竟两个人相处中 不仅仅只是一个等待 然后一个能够做饭 一个能够整理衣服 这三个方面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今天只给了他一个90分 因为我希望的是说 在以后的那种过程当中 能够去发现另外的四分 让他变成100分 面对男嘉宾接二连三 不知疲倦的考验 我觉得女嘉宾表现出了一种 超强的耐力 如果我在旁边的话 我体力看不下去 当即得喊咔 男嘉宾为什么会这样的考验呢 说到底 他还是想找一个 性外会中妈妈一样的女朋友 可能你可能实际生活中 不是这个样子 但是你今天至少表现 给我看到的是 你有点点的自我 所以说我会觉得 你真的像找的是妈妈型的女朋友 我觉得接下来呢 你是不是要想点 有没有什么小惊喜啊 或者说是一些贴心的话啊 一些什么行为啊 可以挽回我们女嘉宾 现在这种不高兴的心情 想一想啊 找个什么方法来挽回一下 小红娘提出了对男嘉宾的质疑 暗示男嘉宾应该站在女嘉宾的立场考虑问题 让男嘉宾想办法挽回局面 可是男嘉宾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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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录了 你不录了 当时我也很认真地在思考 去做点啥子能够挽回女嘉宾对我的影响 但是我确实不晓得 应该去做啥子 所以说当时犹豫了一下 女嘉宾 我觉得哪有这样一个男人啊 他要我做的事情我都做了对不对 但是一到要求他做他的事情的时候啊 他就这个样子 说说让我非常难以接受 我觉得我怀疑他的诚意有问题 可是你来录节目之前 我们编导不是有跟你说吗 今天男嘉宾就是希望找一个妈妈心的女朋友 然后你也不介意啊 不知道啊 但是我觉得感情吧 是双方付出的 我那边他要求我做的事情 我都做了对不对 但是那边我也说他为我做一点点小时 他都做不到 或者是他不晓得那么去做 所以我觉得还是两个很有点 性格可能有点很符合 你还愿意给男嘉宾机会吗 如果说你愿意的话 我待会去帮你们调解一下 然后或者你也可以跟我说 你接下来想怎么来考验男嘉宾 或者是你需要他为你做些什么事情 你跟我讲 然后我去帮你协调 你看怎么样 这个我觉得 不是我需要他这拖子 这个是需要男嘉宾去观察的 他自己想是不是 对 对 你要求病不高 要求病不高 好 这样子我也去跟男嘉宾聊一聊 因为他可能比较年轻 真的 因为26岁不大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不够成熟 不太懂得怎么照顾人 所以我也希望你先就是 先先要气 好吧 男嘉宾反复的考验 已经令女嘉宾很反感 但是在小红娘的选说下 我们的女嘉宾 还是愿意给男嘉宾一个机会 小红娘随后找到男嘉宾 再次指出了 她今天表现的自私和不足 男嘉宾表示 愿意给女嘉宾一个惊喜 为自己争取一次 面对男嘉宾接二连三的考验 咱们的女嘉宾终于发怒了 我早就看不下去 但是很奇怪 咱们的小红娘 劝了几句过后 女嘉宾又跟得没事人似的 又开始去配合男嘉宾 她为什么会配合呢 说到底 她并没有从实质上 去反感这位男嘉宾 反倒她觉得 可能男嘉宾今天所表现出的 这些问题 在以后的相处的过程当中 她都有能力 把她给化解了 也就是说 女嘉宾对自己的这种能力的认知 还是很有把握的 觉得有能力有力量去改变男嘉宾 你手上拿的这个是 酸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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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要给我们的惊喜 我觉得今天天气也比较热 然后女孩子都比较喜欢喝那个酸奶吧 对不起服务也好 我自己也喜欢喝 你家宾然后你喜欢喝酸奶吗 其实我不太喜欢喝酸奶 不太喜欢喝酸奶 不太喜欢喝酸奶 我想想的当中是 可能是一些好的东西 比如说新花呀 或者是买点吃的呀 或者啥子 但是没想到仅仅只是一瓶酸奶 那你对就是她给你的这个惊喜 你满意吗 不满意 我觉得对雷电还是比较 有点爽啊 我给她买酸奶 反了一个跟她点饮料同样的错误 没有征求她的意见去 男生会跟女孩子说惊喜这个词 女孩子就会有很多的想法 比如说什么浪漫一大树花呀 或者说去一个浪漫的餐厅吃个饭 但是没有想到是一瓶酸奶 别说女嘉宾了我都有点失望 我主要是考虑到今天的天气 然后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那种女生 平时一般都喜欢那种酸酸甜甜的东西嘛 我就买一瓶酸奶给她 她挺合适的 因为毕竟今天那种地点也有险嘛 可能我能够买到的就是一瓶酸奶 最能代表的一个不利一份心意 就其实你是你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你没有花太多的心思去想 她会不会不喜欢 结果偏偏那么巧 她就是不喜欢喝酸奶 而虽然说今天我们男嘉宾哈 最后的结果是买了一瓶酸奶 女嘉宾呢也是比较失望的是不是 但是我觉得虽然说男嘉宾的结果 让你比较失望只是一瓶酸奶 但是呢我希望你也能看待 她其实还是有个真诚的心 想来弥补今天她所做的这一切的 我也希望你能看到 她其实是个比较单纯的人 不太有太多心思的人 这样的人其实还蛮可爱的 很简单的小男生 现在呢时间也到了 我们即将要做决定时候了 好那我现在呢 可能会给你们彼此半个小时的时间 如果待会儿你们愿意 跟对方亲手成功 那么就请你们二位 都到我们的中楼的楼下集合 那如果说你们不愿意 跟对方亲手成功 那么就不需要出现了 二位规则听清楚了吗 清楚了 你呢 好 那么就面临最后的选择了 男嘉宾好像也 也觉得自己今天做的是不太对 或者做了有那么一定点过分 那男嘉宾 面对这么漂亮的一位女嘉宾 她会怎么做呢 我在想 她其实还是愿意的 因为她知道 她不仅在这位女嘉宾面前 表现出这个样子 换做任何一个女嘉宾 她也会像今天这样的表现 因为她的目标很明确 找一个妈妈一样的女友 而这位女嘉宾 在小红娘的劝导之下 愿意配合 这一点就恰巧符合了咱们 男嘉宾的一个择偶条件 所以我个人觉得 她一定会出现在 选择的地方 等待女嘉宾的出现 而女嘉宾 会不会如她所愿呢 在平时的这个恋爱宝典当中 就真的有周瑜打黄盖 一个愿打一个愿 还有这么一种事情 你看男嘉宾 三番五次的考验女嘉宾 但是女嘉宾呢 好像也没有太多的反感 那接下来到了双方 该做选择的时候了 女嘉宾会给她一个机会吗 说不定会有奇迹出现呢 不幸 我们一起来看 位嘉宾 人家 女嘉宾 这 anyway 看.. 这也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的姿态 你的青睐 我存在 在你的存在 你以为爱 就是悲哀 你挥霍了我的崇拜 好的 半个小时时间已经到了 那么现在我也是来到了中楼的楼下 但是呢 在中楼楼下并没有男女嘉宾的出现 而在我的身后呢 有一瓶酸奶跟一张纸条 我现在呢 把纸条拿到了手上 上面写了什么东西呢 很简单的一句话 来看一下 她说 男嘉宾说 我需要做得更好 我想男嘉宾没有太多的意思地表达 她可能觉得自己真的做得不够好 即便是女嘉宾选择了她 她也觉得 就目前来说 她可能暂时没有办法 给我们女嘉宾带来幸福 所以呢 她同样也选择了走开 而女嘉宾呢 可能也会认为说 男嘉宾的不够贴心 让她今天呢 暂时觉得 男嘉宾还不是她生命当中 要找的那个男人 我觉得男嘉宾可能是 年龄还太小 社会阅历不太多 所以说今天显得不是那么的贴心 但我也相信随着年纪增长呢 她也会做得越来越好 我之所以提前到哪儿 防那一品酸奶和一张纸条 是因为我自己在这开始 我自己已经放弃了 因为我觉得自己 今天表演的确实很不好 而且自己可能还不够成熟吧 另一个方面是担忧 女嘉宾玩意出现在那点地方 没有看到我在那点的话 也会会不会太不礼貌了 所以说我留了那个酸奶和纸条 另一方面我也是希望自己 在以后当中能够更加沉淀自己 然后提升自己 好了 节目最后呢 还是那句老话爱情靠争取 为爱不放弃 感谢香港就是福主宝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不要走开 还有精彩的真婚秀 等着您 欢迎大家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或是关注微信公众号 广电都市传媒 关注微信公众号呢 就可以报名并参与到节目当中了 那同时呢 我们还会在微信平台上定期的发布 优势的会员资料 以及节目的公告 广电都市传媒 祝您早节良缘 你想早日结束单身生活吗 你想早日走进婚姻的殿堂吗 凡人游戏将会为广大的单身男女朋友们 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广阔交友平台 来到这里 你就会是我们的主角 赶紧拨打蓝路日清电话 六八六一五八六八成为会员 好了 现在领略一下 今日的主打新风采 大家好 我叫陈希东 今年29岁 现在在重庆毕业山工作 同时建筑施工行业 约收入五千左右 将近有套厨房和父母同住 身高一米碌碌 我的兴趣爱好是比较喜欢运动 尤其是打打篮球 平时下了班和同时出去打打球那些 最近段时间在中北考二间 所以看书的时间比较多 我的性格还是比较温和 和相熟的人在一起的话 发就比较多 玩得很开 有时候出去开二哥呀 开地位玩一玩啊 和不熟悉的人在一起的话就发很少 我是离异有两年了 一个短暂的分音 一年多点吧 然后没得小孩 因为两个刚好结了分割后 两地分居没在一起 因为工作原因 然后渐渐的两个性格不合 然后对双方产生一些很多物费 或者物质 然后导致两人都分开了 我想找个二十五到三十岁之间的另一半 主要是两个性格要获得来 离美离异都无所谓 有无小孩也可以 身高最好比我矮一点 比我矮嘛 因为我一米鹿鹿 然后对他的住房也无要求 对他工作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收入的话也无所谓 主要是两个脾气要获得来 性格 希望他无投眼和旧习惯 特别是赌博 打麻将啊 打牌啊这些 千万不要有 因为我不打牌 我就不生 我今天来到反正游戏 在这等你 希望我的另一半早日出现 大家好我叫黄开火 身高一米七二年龄六十五岁 在健身房租高级私人教练 一过月月薪五千到六千 我家住在重庆火船 在老家那边留房子 父母建在东北国 打算带今天年龄至现在重庆 定居买个房子 性格比较随和 平时喜欢看书 比较喜欢运动 然后打旅马球 乒乓球过来 然后其他的不抽烟不好 就不打牌 这些还好没得 以前出了三个对象 第一点感情是在二十岁的时候 退伍回来 也是父母介绍的嘛 出了两个月 这个他在哪里的广东 我在重庆 因为两地没在一起分手了 不然是在老家人士呢 也在老家人士吧 可能是因为 我比较偏向在农村生活 那还是觉得农村环境 而且比较好 所以我还是他选在城市 而也到这分手了 最重要的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因为父母嘛 可能他们条件不是很好 分手了 我比较吸引的医生 是身高在一米六到一米六五之间 年龄待二十二到二十七之间 然后工作稳定的呢 现在从一只来从这里 不要到处走的 性格主要是税活一点 爱吃家不爱出来耍那种 因为性格比较太强势的 因为我那个强势的性格 还跟我合不来 那个工资那种薪水待遇啊 或者是有没有在书房的下 都无所谓 大家好我叫黄海虎 然后大家有对我影响的希望 通过节目就可以联系我 大家好 叫陈慧 今年三十四岁 八一年的 我家是长寿的 目前我的工作是在南平装修公司上班 月收入现在就是两千到五千吧 房子呢有一套在老家这里边 但是有贷款 平时的兴趣爱好 我就是喜欢 最喜欢打羽毛球 有时候休息的时候 出去爬山啊这些 性格 我这个人性格比较随和的 开朗的 凡是什么事情 我不会太在意 也不会太去计较 很少发脾气 对于家庭这块的话 我也是能够做几样小财 工作当中也算独立吧 我和我前夫是前年 2012年7月19号离到婚 中间呢就离婚过后呢 就谈了一次恋爱 过后就不适合就分手了 所以说到现在一直是单身 两个儿子 我大的儿子18岁 小的儿子12岁 小的儿子12岁 小的儿子跟着我 走友要求那个年龄呢 35岁到42岁吧 身高呢1米7至1米8 收入呢就5000到8000左右吧 我对男方的婚姻状况要求呢 做房 有房没房都不重要 我最注重的是人品 有房子固然是好 但是我选人 对人这块特别讲究 注重这一点 最好都是离婚 如果有缘分的话 未婚也可以 我愿意跟他 不愿意跟他 不愿意跟对方功夫 来承担这个家 你责任我都愿意 吃苦各方面都没有问题 就是主要是男方 必须是一个有责任心 对家庭的女王 负责这个男子 接受和保障我的同时 要用这样子的一份心情 对我的孩子 电视机前的男嘉宾 如果对我有意义的话 可以通过电视栏目组联系我 领略完近日明星嘉宾秀的风采 不知道您是否有满意的呢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单身朋友们 也想像他们一样 就赶紧拨打栏目的日行电话 68615868成为会员 节目最后还是那句老话 爱情靠争取 为爱不放弃 反而有喜 我们等您 她是一位单亲妈妈 曾经的婚姻让她痛不语声 伤痕累累 她突然一下好喜欢就是度浅 而且是越度越大 她摆家的程度已经达到了 连我们的厨房都没抱住 为了重获爱情 她鼓起勇气大胆相亲 可寻爱之路却依旧坎坎坷不平 哪个手啊 我现在感觉头疼不舒服很像吐 好像应该是干嘛了 过来不到那么半了 还是没有用 准备好还是有一些点点的顾虑 文美小姐已经过来了 单亲妈妈勇敢做出爱的抉择 等待她的又会是什么结局呢 凡任游喜之单亲妈妈寻真爱 下期为您精彩呈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5都市频道 幸福者在一起